最近,有許多國家為了要恢復跨國交流 把入境規定改成要看疫苗護照 來決定你是否可以入境,或是要隔離多長時間 而這個疫苗護照究竟是什麼呢? 今天的疫情追憲令,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疫苗護照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最近幾個月,台灣本土的疫情趨緩 疫苗的施打率上升 有越來越多人期待我們的生活,可以回到以前的樣子 特別是很多人很期待 我們什麼時候有機會可以再出國旅行 不過最近美國要求入境的旅客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只有完成接種兩劑認可的疫苗的人,才可以入境 另外,包含美國在內有疫苗接種紀錄的疫苗護照的國家 也越來越多,但台灣還沒有跟上 這都讓很多人擔心說 會不會打國產高端疫苗的人,以後都沒辦法出國 或是因為還沒有護照,所以出國權力也被影響到 接下來,我們要幫大家整理關於疫苗護照的資訊 包含哪些國家或是地區已經開始實施疫苗護照 高端疫苗會被其他國家認可嗎? 還有最後會聊聊 為什麼國外有些人很反對疫苗護照等等的問題 好的,按照慣例,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來接著去年得到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的廢棄之城 其實除了金馬獎之外 它還入圍了法國安息國際動畫銀展等六大國際銀展 另外,也在入圍了台北電影獎四大獎項之後 以高質感的動畫製作,榮獲了傑出技術獎 可說是締造了台灣動畫電影的新指標 它是由知名導演、易志炎指導、李烈監治 配音則是由張孝全、黃河桂倫美現身演出 而且電影主題劇還請來了去年金曲獎的最佳新人 池修來演唱 而現在這部歷經了10年 投入上億元製作的台灣原創純3D動畫電影 終於要在10月29號上映了 電影的主人翁是一位會翹家逃雪的少年小樹 而就在他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不知道該去哪裡的時候 他遇見了一個叫做阿袋的塑膠袋 然後他們就開始了一段奇幻的冒險旅程 這部電影描寫了青少年的自我認同課題 而且也巧妙地結合了環境液體的反思 到底電影當中還發生了什麼有趣的故事呢? 想要一探究竟的話 就趕快安排時間去電影院欣賞廢棄之城吧! 在之前疫情還比較嚴重 疫苗覆蓋率也不高的時候 幾乎所有國家的邊境措施都是線索可以入境的地區 並且要求入境旅客要有PCR的陰性證明 不過最近有很多國家改成要求入境旅客 必須要同時提供完整接種COVID-19的證明 以及PCR檢驗陰性的證明 才可以入境或縮短隔離的時間 而我們在台灣打疫苗的時候 會拿到一張小紅卡 但那只是接種紀錄卡 並不能拿來當作出國時的疫苗證明 如果要去其他國家的話 必須要先去各大醫院的旅遊醫學門診 請醫師開立WHO認證的 國際預防接種證明書才行 不過目前也還不是所有國家 都需要有這樣的疫苗接種證明的 像是美國前陣子宣布 從今年11月8日開始 只許讓打完兩劑疫苗的外國旅客入境 如果沒有辦法出示證明文件 就沒有辦法入境 而美國可以接受的疫苗 只有美國食品劑藥物管理局核准的 還有列在WHO緊急使用清單上的疫苗 其他的都不算數 也就是說 像是打了中國的國藥和科興疫苗 可以入境美國 但是打高端的話,目前還不行 另外,像是歐盟從今年的7月開始 為了要讓境內的各國民眾 可以像以往那樣自由的移動和旅遊 實施了數位版的疫苗施打證明 也就是所謂的數位疫苗護照 或數位綠色證明 只要出示手機APP 系統裡面會顯示有沒有完整的施打過疫苗 有沒有感染過 以及最近的篩檢陰性證明 只要有任何一項符合標準 不需要隔離就可以入境 歐盟允許的疫苗則有四種 分別是輝瑞的BNT、莫德納、AZ、嬌生 而中國的疫苗和台灣的高端 則都是沒有列入的 其他像是日本 目前原則上還是禁止一般的外國旅客入境 而針對他們本國人或其他特殊理由要入境日本的人 從10月1日起跟美國一樣要提出兩份證明文件 包含像是疫苗接種證明 以及篩檢的陰性證明 入境之後就可以縮短隔離的時間 從14天降為10天 而日本允許的疫苗種類 只有BNT、莫德納、AZ 中國的疫苗和台灣的高端 則是目前都沒有列入許可 那麼台灣什麼時候會推行自己的疫苗護照呢? 那根據陳時中部長的說法 目前已經規劃好了數位疫苗護照 並且將會採用歐盟的系統 而且會努力地去談雙邊認證 也就是我們的疫苗護照在進入歐洲時可以掃描辨識 歐盟國家的人也可以使用他們的疫苗護照系統進入台灣 至於要進入台灣的話會認可哪些疫苗呢? 陳時中部長表示 基本上台灣可以施打的疫苗都會認可 而其他WHO緊急使用清單上的疫苗 原則上也都將會承認 也就是說打了中國科興或是國藥疫苗的人 基本上都可以來台灣 除非有新的證據發現疫苗的效果不足才會排除掉 那話說回來,隨著越來越多國家要求看疫苗接種證明 也有很多人關心,如果打的是國產的高端疫苗 會不會以後沒有辦法出國呢? 目前為止,高端只有在台灣取得緊急使用授權 還沒有列入WHO緊急使用情侶當中 或是取得其他國家的緊急授權 因此打高端疫苗的人 如果要到要求出示接種證明的國家 目前都還是有困難的 而對此,高端目前也表示,他們對這個狀況感到非常遺憾 但會繼續跟各國溝通,並取得國際認證 而未來,如果施打高端的民眾,要能順利出國的話 高端疫苗必須要獲得更多的臨床試驗資料 才有機會進一步獲得國際上的認可 例如向各國申請緊急使用許可 或者是直接被WHO列入緊急使用清單當中 才有機會快速打開各國的大門 目前,高端疫苗已經在巴拉圭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計畫 也被歐盟允許在境內以免疫橋接的方式進行第三期試驗 預計在明年的第一劑會有結果出爐 10月13日,高端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 也正式發表在國際的醫學期刊上 該片報告,以將近4000人的受試數據進行分析 預估高端疫苗的保護力會落在80%到90%之間 此外,高端疫苗也在8月、9月多次 參與了WHO舉辦的COVID-19疫苗研討會 10月26日,WHO也宣布啟動團體試驗疫苗計畫 目前,全球有兩支疫苗獲選 高端疫苗就是其中之一 預計將會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還有非洲的馬利,還有亞洲的菲律賓 在WHO的資助和監督之下,啟動第三期臨床試驗 在疫苗護照上路時 通常也會一起放鬆邊境的管制措施 根據陳時中的說法 雖然現在已經有疫苗護照的規劃 但目前還不確定台灣什麼時候會正式施行上路 指揮中英表示,以目前的狀況來說 台灣人第一劑疫苗的覆蓋率要打到七成 第二劑疫苗的覆蓋率要超過六成 才有放鬆的本錢,否則風險都會非常大 畢竟包含指揮中心,還有國外的許多專家都表示 推動疫苗護照,讓打滿兩劑的外國人入境 還是有可能會讓病毒傳進來 這是因為病毒時時刻刻都在變化 而且目前對於疫苗保護力,可以持續多久? 對新的變種病毒的防護效果 以及第二劑、第三劑施打時間的間隔 會不會影響到保護效果等等 這些都還是需要等待研究結果才能確定的 所以實際上,邊境管制措施要怎麼調整 還是得要看疫情的狀況,以及最新的研究而定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聊的是 疫苗護照不只出國的時候會用到 有些國家也會把這套系統用在自己國內 當作是管制民眾活動方式,引起了一些民眾的反彈 在疫苗護照這套系統上路之後 有些國家也利用相同或類似的系統 在國內推行了健康通行證,就是Green Pass 以歐盟的例子來說好了 系統上面會註明你有沒有打過疫苗 或者是你已經感染痊癒 又或者是你最近摘檢的結果是陰性等等 簡單來說,就是國內版的疫苗護照 例如義大利就利用這個做法 希望拉高疫苗施打的比例 從7月開始,義大利政府要求國民進出公共場所 像是搭乘大眾運輸、去餐廳、咖啡廳等等 都需要出示疫苗護照 確認你有打疫苗或是篩檢陰性才可以進入 所以如果民眾不想打疫苗的話 就需要一直自掏腰包,花錢去做快篩 10月的時候,義大利進一步祭出了更強烈的措施 強制所有的公家機關和民間企業 上班都必須要出示健康統一證 違反規定的話,可能會被留職停薪 或是有高達新台幣48000多元的罰款 那從7月開始,這些措施就讓法國和義大利的民眾相當不滿 引爆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 他們認為沒有打疫苗的人 本質上其實還是健康的正常人,並不是患者 所以政府不應該強制民眾要使用健康通行證 來限制人身自由或影響工作權 此外,他們認為打不打疫苗應該是個人的選擇 政府不能用各種不方便來逼迫民眾打疫苗 而且有些人沒打疫苗並不是自願的 例如是難民或非法移民,根本就沒辦法打 也有些人是還沒有排到疫苗 又或者是有特殊健康狀況,而不適合打疫苗等等 因此,他們認為政府硬推的這些措施,是一種歧視政策 可能會有人權的隱憂,不應該要繼續實施 好的,那今天的七七追跡令,就幫大家整理到這邊 我們會持續追蹤疫情的相關進展 那如果你想鎖定這系列的節目 請訂閱我們,並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Delta 變異病毒的資訊!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疫苗採購爭議和國產疫苗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七七追跡令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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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